设施管理中的硬服务是指实体和结构服务,例如火灾警报系统、电梯、暖气、通风和空调HVAC系统、管道和电器系统。 这些服务对于建筑或设施的正常运作和维护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设施管理的软服务是指清洁、景观美化、保全和餐饮等人力服务。 这些服务对于建筑或设施居住者的舒适和福祉至关重要。 设施管理中的硬服务范例包括 1.火灾警报系统 2.电梯和手扶梯 3.HVAC暖气、通风和空调系统 4.电气系统 5.管道系统 6.安全系统 7.门禁系统 8.楼宇自动化系统 9.应急发电机 10.应急照明系统 11.洒水系统 12.CCTV闭路电视系统设施管理中的软服务的一些范例包括 1.清洁 包括定期清洁和维护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 包括地板、窗户、墙壁和浴室 2.景观美化 涉及建筑物室外区域的维护和保养 包括草坪、花园和人行道 3.害虫防治 这涉及预防和清除建筑物中的害虫 例如昆虫、孽齿动物和鸟类 建筑管理英国在设施管理的职责包括以下内容 1.硬体服务 硬体服务通常涉及实体和结构服务 例如火灾警报系统和电梯 建筑管理英国负责确保这些系统始终得到维护并正常运作 2.软服务 软性服务是指清洁、原液、保全等人性化服务 建筑管理英国负责确保及时有效地提供这些服务 英国建筑管理公司在设施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包括 1.预算限制 英国建筑管理公司在设施管理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预算限制 由于资金有限 设施经理经常必须就优先考虑哪些服务以及削减哪些服务做出艰难的决定 2.能源成本增加 英国建筑管理公司在设施管理方面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能源成本的增加 设施管理者必须找到减少能源消耗的方法 同时为居住者保持舒适的环境 1.5.0